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下面我们讲理第七个小课判 第七个小课判就是讲到 诚实未来诸佛之愿 我们要发愿诚实未来的一切佛 所有未来昭示等成道转发 无群有 究竟佛是十涅槃 《我解妄义二清经》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所有未来昭示的灯 昭示灯是佛的意思 因为佛陀的智慧明灯能遣除 我们众生内外密的一切黑暗 同时依靠明灯的知识 让众生获得八神道的功德 而趋入解脱的妙咒 所以就成为昭示灯 原来文革期间也有很多灯的比喻 还有什么昭示灯 你们会唱吗 所有未来佛陀称道转发轮 还有无群有能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最后就尽了佛的事业而示现涅槃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祈愿我去往这些如来的处 从如胎一直到最后涅槃之间 所有的这些行为愿我来称施他们 清净他们 医治他们 供养他们 我们发愿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发愿 也就是说 这种发愿 法王如意宝的《愿海经》里面也是有 说是未来的九百九十六位佛陀出世的时候 并且在这个刹土当中能实现成佛 出世能实现成佛的时候 祈愿我变成他们的殊胜成事者 并且成为真正这些如来弘法利生的使者 主要的具足获得弘法利生的威猛实力吧 大概这个意思你们看吗 《愿海经》里面应该有 当时发愿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显界当中因为现在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佛 还有九百九十六位如来 要在这个世间当中称道转法论 还有最后实现涅槃 祈愿我们这些人在每一个佛出世的时候 不要我们这些众生一样的 看音看不见 听音听不见 不要这样的一定要亲自遇到这些如来面前发愿 发菩提心 如果真的我们在一个如来的教法当中发愿 其实将来的这些佛面前肯定会成道的 你们也许看过《大悲经》 《大悲经》的第三卷里面都讲过 佛陀当时告诉阿难说 在他的教法当中不管是居士还是出家人 只要受一份戒律的这些人 都最后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会成为他的宿主弟子 甚至在他的教法当中的戒律不清净的人 那么在将来的这些前劫佛出世当中 一定会获得成就的还有最后也说 就告诉阿难尊者不仅是在受持戒律 甚至称南无佛这样的人也会获得解脱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可能极个别道友的家人 亲人 这些都是根本不信佛教 没办法 但是给他们种下一个种子也是很好的 前天我们有个道友讲考的时候他也说了 有些大学里面去演讲具有三教方便的法师 那么要求下面的人要求 那麽布达亚 那麽达玛 那麽森格亚 他说不像现在的有些人一样 进到大学以后一开口就开始讲空性 我说是不是后者是我 所以说的是很对的 应该是具有三教方便的话 我们即使这些人不信佛教让他成一个南无佛 也是将来的这些如来面前有成就 转法论 或者是变成他们的使者的这样的一种机缘 因此我们创造这种机缘 每一个大乘佛教徒应该义不用辞 可以说是不可退协的一种责任吧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经常 哪怕是你不管在坐车也好 还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经常也想到 我们身边确实有非常多可怜的众生 有时候我在城市里面感觉到 这些众生真的是好像蚂蚁窝一样的 你到了火车站的时候 到处走好像都在乘火车走一样 到飞机场的时候好像都在天空当中飞一样 到医院里面的时候都在生病一样的 到百合市场的时候都在买东西一样的 那么多的众生 其实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一自私自律 连一个佛号都没有听过的 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可能即生当中真正能度自己的家人 度很多人的话不一定有机缘 但是我们要发愿确实当时 法王如意宝在印度金刚座发愿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一定要发这样的愿 将来这些佛陀印度金刚座和印度六月愿 在这些地方会成就转法论 实现涅槃党这些印度圣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 哪怕是变成一只虫也可以 一只小虫也可以 一定要自己现在都是发愿 我们在座的人每天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我们可能天天说所有未来朝食等念都是都会念 有些闭着眼睛念有些是睁开眼睛念 不管怎么样但是心里面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发愿 我们讲一遍的话跟大家要起一个作用 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特别希望每一个人把这个道理经常想 如果经常不能想 哪怕是到一些圣地在佛像面前 在特殊的节日比如说我们开金刚萨埵法会 或者是佛陀的成道日特殊的日子当中 好好地从图导为《普贤行愿品》的这些道理想一遍 每一个愿在自己心里面想 但愿我将来的所有的如来面前成为他们的实质 不管转法论的时候像地诗天和梵天一样 第一转法论的时候像五大比丘一样 然后实现涅槃的时候在身边 像阿难和迦舍尊者一样等等 有很多的这些场面我们可以自己发挥 自己可以观想 这个颂词主要讲方便波罗蜜多 因为依靠方便方法 才能实现将来诸佛事业的弘扬者 然后也是主要先讲了第七地 愿行地的境界 就是讲了这个道理